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有礼 又是小弟曾卓文 今天想讲讲最新热热消息 刘慧卿离开香港说去德国度假 我们探讨一下他以往的往迹 主题仍然讲回这几天7月以来前后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德国 澳洲等等国家 纷纷发表强硬的言论 针对中国踐踏香港的人权民主自由 和破坏一国两制国际条约 所以就带出香港归英势在必行 我们现在立刻去片 讲回刘慧卿 我也认识他的 他现在最新消息说他在机场已经起飞了 有不少人去送机 他就说去德国度假 会回来的 不过很多人我们都知道 最近很多名人离开了香港 都说暂时结果是 大家都知道结果是什么了 说回刘慧卿呢 他就争取BNO平权 争取BNO有居英权 他都争取了很多年了 有一次彭定康来香港 我也是出席的 我亲眼看到刘慧卿向彭督 要求彭督在英国的上议院 提出BNO平权 等香港人有居英权 这个是他有出过力 还有都是出过不少力 他最引人争议就是 当年进去中联办密室谈判 其实当年我也是很反对 这样做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反对这样做 但是回头看过去 是不是完全错的呢 是吧 当年那个譬如类似喜闹的方案 其实都是保留功能组别 都不是完全原地踏步的 都是向前走了一小步 是吧 现在是完全倒退了 算是走了一小步 而至于当年那些人 有魏本土派到现在正在骂他 那些有魏本土派呢 就是拼命骂劉慧卿进去中联办 但是呢韩国瑜进去中联办呢 那些魏本土派呢 就是台湾有那些蓝营在香港的代言人呢 他们就不会骂韩国瑜的哦 只是骂劉慧卿进去中联办哦 韩国瑜进去中联办呢 他们又不会骂 不但不会骂 还支持韩国瑜竞选台湾总统的哦 很相同标准的那些人 是吧 不过呢 另一方面呢 刘慧卿在2021年4月1号 当时呢 就已经发生了香港时代革命了 是吧 那时候已经是香港水深火热了 而刘慧卿呢 竟然仍然和叶国谦 这个民建联的元老 在揽头揽头揽头做节目 这条片呢 在YouTube仍然找到的 那这个就相当令不少香港人 特别是香港手足则目了 是吧 那我们持平一点的说吧 说回事实吧 不过呢 最重要就是说 现在连民主党元老 刘慧卿这些相对 相当温和的民主派人士都走呢 就是说香港真是很不够的了 是吧 那就是说你如果 你如果不想想 就是和香港攬炒 和习近平攬炒呢 大家都去走 走为上着了 太危险了 现在香港 你如果不走的话呢 就是分分钟好像1949年之后 那些人不走呢 你如果是正如王世贊 所说的那些如果是文化人的话 49年之后不走 留在匪区呢 留在洪区呢 要是被人斗死呢 要是便宜 要是便宜 晚节不保 出卖自己的同胞 是吧 那另外就是说呢 那另外就是说呢 如果中国打台湾呢 他很难攻得入台湾的 是吧 那一定 我们说过很多次 一定拿香港人来摄粉的 到时呢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我们看到了 这个当年的波兰的首都华沙 和德国的首都柏林 在二战之后呢 直接炸到烂了 颓换拜雅 一片雅力 几乎移为平地 那时候呢 我去过华沙 他们那时候 议战之后 他们要收拾了那些砖 因为那些大教堂 那些主要的建筑物 政府议会 要他们收拾那些砖 足够砌上去 是吧 那如果是中国攻台的话 香港就会危险 变成一个战场 那解放军一定是 打不进台湾 唯有拿香港人出气 到时香港呢 极可能会发生大屠杀的 那其实呢 在这个2019年已经 是开始了小屠杀的了 就是说 小型的种族灭绝 但是呢 如果是世界大战的话 中国一定首先 是消灭香港人的 因为呢 我们说过这么多次了 习近平呢 就是 心目中的香港人 就好像希特拉 心目中的犹太人 一样是必须消灭的 是吧 香港人在中国眼中 就是这个 美帝走狗 港英如热 是吧 那到时香港就危险 很可能会炸到烂了 那都不要紧了 就算香港 只要有香港人呢 我们在海外仍然有香港人呢 就是 香港重光之后 都可以回去重建 但是我现在最担心的 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 非常之担心的 当然我们 祈求 上帝如果符合上帝的心意的话呢 请求上帝是 帮助香港 带领香港 到过这个劫数 这个劫数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这个中国攻台受到这个白国联军 然后兵敗如山倒呢 那在这个 习主席 临灭亡之前 就会找香港人战私底 是吧 到时 他最辣的招可以做到什么呢 就是会将这个 台山核电厂和大雅湾核电厂 以至广东省 那几十个对准香港的核电厂呢 就炸了它 炸了它呢 就是因为它对准香港啊 那些核辐射尘呢 就射了来香港 那令到香港在一万年之内 都不适合人类居住 就是比福岛还差 和设计诺贝尔核电厂那样 那这个就是说 就是以后 香港人是没办法再回去香港 就算 中国灭亡 就算香港解放 重光 这个是我们要 日夜会帮 要帮香港祈祷的 是吧 那好了 说回这个 香港归英 勢在必行 那 香港七一呢 就英国首相和爱相 都同时发表强烈的对华 宣言 对华的演讲 发表的演讲 就是说这个 美国应该是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那另外 另外呢 卓卫斯也都说了 The UK won't rest until Hong Kong has its freedoms back 就说呢 直至到一定要 直至到香港拿回自由 为止 英国都不会罢休的 誓不罢休 而卓卫斯也都强烈 批判中国 放弃了他对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commitment 卓卫斯用的字眼 是abandon 放弃 这个是强硬过之前呢 英国政府所用的 说这个 China's 这个 ongoing non-compliance with the Sino-British Jong Declaration 之前就说 中国持续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现在呢 卓卫斯就索性用道 放弃这个字眼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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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香港一定会归英呢 我们就 说回到 这个圣经里面 列王纪 所罗门王的故事 我们上次也提过一下 所罗门王呢 当年呢 就是有两个女人 去找一下所罗门王 那两个女人呢 就在争童子 那两个女人都认造那个小孩的妈妈 那 他各执一辞 那所罗门王怎么判呢 所罗门王就在地上 画了一个圈 就叫那两个妈妈和小孩 站在一个圈里面 然后呢 就是 就是两个人 斗扯那小孩 那 那 那 扯扯一下呢 其中一个女人就说 我放弃了 那扯下去呢 那儿子就 撕承了 两边 撕开两绝 渣都没有 那 不如我放弃了 让给你了 那 所罗门王就看出了 放弃的那个呢 先是真妈妈 因为他疼着个儿子 这个就是所罗门王的智慧了 那这个故事呢 是旧约圣经 就是二三千年前的故事 那 但是元朝的戏曲呢 也都有说这个包青天 是判过类似的案的 叫灰难记 那 那 我们知道呢 元朝都是 距离现在几百年的 就算宋朝都是 都是不够一千年之前的 所以呢 所罗门王的故事应该是 original的 正本应该是 所罗门王的故事 好了 这个故事呢 就 在这个 上个世纪中呢 德国的編剧家 布莱希特 就将它改编成为 高加索 灰难记 那 他加了一个序幕 就是讲 格鲁吉亚那里 两个collective farms 两个集体农庄在那里 在争辩着 那块地 应该归哪个 那 这个 这个 布莱希特是左仔 大家都知道了 他亲手的 好了 那 这个是序幕 然后布莱希特的气肉呢 Caucasian Talk Circle的气肉呢 就是说在欧洲古代那里 有个 有个 贵族呢 和他老婆呢 那后来 因为战乱呢 那 那个 贵族 夫人呢 就将个儿子 那个小孩呢 就不见了 他都免得理 自己 顾着自己逃生 就不理个儿子 那 那个 BB仔呢 就由个 婢女 有个下人 就修养了 含身如虎养大 好了 到战乱和平之后呢 那这个贵族夫人 又想抢回个儿子 于是 两个女人就告到法官那里 那里 那法官呢 就是 就是用灰蓝的 画个圈 叫两个老母 抢儿子 那个 那发觉呢 原来那个仰母 才是真正 的 那个儿子的 是吧 那这个在2010年 香港的7A班 有个剧团叫7A班 戏剧组的 也都是把它改编了 那个 导演就是一休 总监也是一休 那 他的序幕呢 就改为反高铁 而那个戏肉呢 就是搬到去 这个中原春秋时代 那里 那 那类似布莱希特的弃肉呢 也是说这个春秋时代的王爷夫人 在战乱期间呢 就是 放下个儿子 由个婢女去抚养成人 然后到和平之后 那夫人呢 为了那个 那个 他们的王爷 后乡灯呢 又想抢回儿子 是吧 有杰素 又想抢回儿子 就由个法官去判 那那个法官就由欧锦唐释尔 的 2010年 那时候 他们带出了信息 新粮不及养粮大 还有那个 那个 蔡元村的土地 是应该归于 善于利用 这些土地的 那些人 那些香港人 那些农夫呢 而不是那些大地主呢 那 好了 那 就 很多人的 interpretation 包括 这个 一休 我都访问过他 很多人的interpretation 的诠释就是 这个 生粮就是指中国 养粮就是指英国 英国 对香港人呢 是好过中国 对香港人很多 是吧 那 所以 香港呢 就是香港人 都好 很多人是想归英 好了 那个 问题来了 这个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不是香港的生母呢 这个有得拗的 因为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只有七十年历史 而香港呢 自开埠以来 至少一百七十年历史了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可能是香港的亲生老母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说老母呢 应该是香港的恶毒后母 就有 Malitia Stepmother 就有恶毒后母 而这个满清呢 就勉强可以说是香港生母 但是这个都仍然有点拗的 因为满清呢 本身就是殖民地主来的 是吧 来残暴殖民这个 这个中原地带放人的地方 是吧 我们有所谓 揚州十日家定三浦 反而呢 英国呢 就解放香港了 这个就是什么 不需要什么 留法不留头 就是一定要你 留边 剃光前面的头发 又什么又粗皮 弄梅仔 这些由英国人废除了解放香港 是吧 将香港变成一个文明的社会 有自由 有人权 有法治 当年 战后呢 杨慕奇总督呢 是提出了这个香港民主政治方案的 就是将这个市政局是民主化 有民选议员 但是呢 就是因为中国反对而告吹 这个英国统治香港150年 就是不但没有摧残到香港的粤语 语言和文化 反而是保存香港粤语 以及进一步是促进香港粤语文化电影 那个教育 那麦里豪爵士的公屋政策和ICAC呢 将香港脱离那些贪污腐败 就是提供了这个向上的社会阶梯 所以1979年到1989年是香港的黄金十年 但是到了1989六四之后呢 香港人已经无上一层阴影了 而这个彭定康呢 在香港最后那几年 就是教香港人 什麽叫民主 什麽叫政治 什麽叫选举 直选 那这个 那这个 好了 而当年呢 这个 我们记得了 还有一位港督是很值得记念的 就是这个 郭良宏 郭良宏 郭良宏在上个世纪初 就那些 就那些 就在香港大学是set up个文学 中文文学院 也都他推广这个香港粤语文化 不为余力 他本身可以用这个 广东话演讲 香港粤语演讲 和淫私作队 那麽 好了 有很多那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呢 就说这个 英国 欧洲那些帝国主义 一定是摧残本土文化 压迫土住 搞到他们不成人形 那样 但是我们看 香港 香港 在英国统治之下的情况 不是这样 是吧 那1997之后呢 这个 北京政府和港共政权 串联那些地产党 来剥削压迫香港人 将向上的社会阶梯 就搬走 拿走了 而都逐步摧毁 香港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机构 搞到这个香港人民不聊生 2019年那时候 之后更坏 几乎所有的自由 人权和民主 都剥夺了 那麽香港的人权 新闻自由 那些变成第三世界 就是说 变成那些 比越南更坏 比印度更坏 那些 那些中国呢 就不断奴役 是踐踏 剥削香港人 那 所以 我当然在芬兰做的研究project Western drama in Hong Kong translation 就是说 这个 就是香港人夹在两个中主国中间夹在两个殖民地主中间 香港选择的是 倾向的是英国 而不是中国 那这个是颠覆了那些 以往那些 欧美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 那这个我们上次都提过的 那 那英国是绝对有动机 有能力收回香港 因为意利兼备 英国收回香港 那怎样说呢 先说 就是地缘政治 这个 这个香港 台湾和日本 构成这个第一岛链 就是南中国海的命脈 就 而 香港不能够没有了台湾 台湾也都不能够没有了香港 否则呢 缺一不可 否则就是 这条岛链呢 有个缺口呢 那这个对于 英国 美国 啊 西方国家都非常不利的 到时就是整个南中国海 被中国就是 吞了去 那谁走过要向他摇尾黑年 磅水 交买弄钱 好了 那就 那就是地缘政治来说呢 香港就是中国的死穴 又是中国的疗忘台 那 所以 此之所以 英国在1842年就选中香港了 当时香港呢 就是 不是文明社会啦 虽然有一些 一些 弹家人在这儿 但是呢 就是 是 绝对不是繁荣的地方 是吧 那个山头光秃秃的 那样 好了 那现在呢 到了时至今天了 英国要重返这个TPP 就是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就是说 跨太平洋 和伙伴协议 已经和日本谈得密磨滚鼓了 但是 英国要重返太平洋呢 它 要有基地才可以的嘛 现在英国在 印太区 唯一的基地 就是香港的300万BNO 除了另外一个50人的小岛之外 那个是微不足道的呢 那就是说 香港是很需要 英国很需要香港 来到重返太平洋 那这个又扔到这个经济和金融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 那些银行系统啊 国有通讯设备啊 和人才啊 都是一流的 现在新加坡是没有办法真正取代香港的 上海更加不用说 上海是没有法治 不用说了 没有资讯流通 那当然呢 现在这个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呢 还是逐步被中共搞烂了 但是呢 香港重光 香港归英之后 因为香港底子好呢 可以恢复回这个没问题的 所以就 这个 英国人 美国人 欧盟那些都是信香港人的 信香港人可以转好这个国际金融中心 等大家有钱 又有安全 那 那说到文化方面呢 香港是融合东西文化的 就是说香港文化的组成呢 就是中原文化 加上这个岭南的百月文化呢 再加上英国文化 而自成一格的 是吧 就是 变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 而同时包含 融会贯通东西方文化 那 而香港的价值观呢 就接近英国的 香港的价值观呢 我提出 就已经提出了很久了 就是 人爱自由 人呢 就是儒家思想的人 就 爱就是基督的爱 自由呢 就是英美的典型中心价值观 是吧 那另外呢 讲到法理方面 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是国际条约来的 那 而 Natal的 北约的 和 北约 和 USA呢 也都是 最近都不断重复 说 中国是破坏 这些国际的 rules international rules 国际的规矩 那 中国呢 就是破坏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是 而 而 蔡惠斯说他放弃了 那 你违反 国际条约是有后果的 否则 英国就很无非事 是吧 当年 纳税德国呢 就是公然违反 这个梵乃塞条约 这个 和这个 德国和 奥地利合并 侵略 这个 这个 苏德台 地区 侵略 折黑 就是 违反那个 限无协议 那 当然是 结果被人打扁了 是吧 那 而 在这个 国民方面 了 香港 那三百万 DNO 是英国国民来的 而 在英国 也都有投票权 那 而 在这个 2019年7月1日 正如 王世泽先生 不断指出 2019年7月1日 香港的手足 攻入去立法会 在立法会的主席台那里 竖起港英的旗 那 英国人 都 没办法了 一定要揽香港人上身 这样搞法 是吧 如果不揽香港人上身 没有办法向自己国民交代 更何况呢 现在呢 日日有 二千以上的香港人 涌来英国 而 这些 BNO人士是有投票权的 所以呢 无论是道德责任 或者是实际的利益 政治考虑呢 英国都要揽香港人上身的 是吧 那 好了 一旦呢 中国 攻台呢 就会被人打扁 那 中国瓦解 中国瓦解 香港呢 就绝对是需要有英军守住条 羅湖边界 否则呢 香港就会被 北方那些 下来的 乱兵 暴民 融化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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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有些人说香港独立 好了 香港独立呢 我认为暂时行不通的 是 因为呢 香港太多鬼了 太多的偽本土派 那 普遍香港人呢 虽然是倾向民主自由 但是政治智慧呢 还未完全成熟的 所以呢 如果是由那些偽本土派 抢到位呢 抢到统治的地位呢 香港就会变成那些 就是脱席 獨立之后 那些 非洲国家 那样 变成 Failed State 好像什么 烏干达 勞旺达 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 那些 你住我 是吧 所以呢 就是香港呢 都是 中国灭亡之后 香港都是龟英 那 起码五十年 等香港人政治成熟了 到时 再公投是否 獨立都未始 这是对香港人最有利 最安全的做法 自从2019年以来 英国对于中国的态度硬化呢 转硬呢 就是因为2019年 大家都看到了 中国是赤裸裸的 撕毁联合声明 用的是 National Security Law 用的是 博安法 那在Brasid之后呢 英国也都需要伸血 那 而那些 而现在呢 反共的香港人 源源不绝 涌入英国 就是 叛醒了英国 就是 看清楚中国的真力面目 看清楚中国是绝对不可信任的 就是以前的FCO 就是太多那些亲中的汉学家 他们对中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给了很多生涯提示 给首相 是吧 给英国的政府官僚 这样 令到英国呢 就是对中国太过手软 是吧 甚至令到这个大卓尔夫人 将香港交给中国的 那我们在 英国的香港人应该做些什么呢 就是 第一就是 建议大家 来到登记做选民 甚至可以参选 比如几个月之前 在英国的地方议会 已经有香港 BNO人 BNO人士参选 甚至是 香港人在英国 甚至 鼓励他 我想 eventually 会有香港人做到英国的NP 国会议员 那就是为英国和香港的利益发声 是吧 那就是说呢 希望在英的香港人可以游说 英国政府救香港 比如将BNO变成BC 不过这个就是 有些困难的地方呢 就是说 我们讲过一次 BNO变成BC 那这个港共政府呢 李家超可能就不让那些BNO人士出境 那这个 那这个就很 那会造成很大的危机 跟着英国就派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 来接走那些香港的BNO人士 香港的英国国民 那如果是港共仍然不让他接走 跟着就开片 那香港仍然在香港那些人呢 就会变成这个 欲心啊 战靶 变成解放军的战靶 是吧 好了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鼓励在英国的香港人 加入英军 现在玉林军已经有BNO人士 那些什么 陆军也都有 那加入这个警队 加入政府做公务员 是吧 那就 等香港重光之后 香港光复了之后 这些在英国的有色之士 好像律师啊 或者是这个 医生啊 法官啊 公务员啊 士兵啊 警察啊 可以回去 接管香港 是吧 接管香港各个公营机构 就解决了那些黑警啊 那些黑官啊 等等 第四呢 就是要举报那些鬼了 举报那些 港奸 那些英奸 就向这个MI5 MI6 report 是吧 是吧 例如有些港奸 来到英国自己移民 来英国又唱衰英国 叫香港人不要来 是吧 又或者是唱衰那些 或者是在英国唱衰香港新移民 是吧 或者做分化鬼 就 比如分化鬼 比如那时候 时代革命2019年那时候 没有很多香港人出去 举那些 美国旗的 那时候 有些偽本土派 偽本土派的所谓大师 就是说 你举美国旗一定要写 Liberate Hong Kong Liberate Hong Kong 不可以写Free Hong Kong 你写Free Hong Kong 你写Free Hong Kong 他就答你 那这些当然是分化鬼了 不用说了 这些就是 就是要分化我们 那个革命的势力 反共的势力 所以呢 就是总括一句话 Make Hong Kong Great Again Make Britain Global Again 那说回去 那个最近北约那份文件 刚刚前几天通过的 叫Strategic Concept 里面就说 中国是挑战中 挑战这个国际的rules 国际的规矩 也都是威胁这个北约 欧盟的安全 而他用的就是说 中国和俄罗斯狼狈为奸 甚至用到malicious 这个字来形容中国的 malicious就是恶毒的意思 这些北约很少用强硬的字眼 就好像当年 列根总统就说这个 苏联是邪恶帝国一样 用的字一样那么重 结果就是苏联解体了 大家看到的有眼看 7月1日除了英国之外 美国、德国、加拿大、澳洲 也都是有发表强硬的声明 是谴责中国 这个对付香港的 比如德国呢 德国就要求 要求什么 要求中国是尊重国际条约 就是中英联合声明 他走的也是英国套路 就是说这个联合声明 是国际条约 你违反了你有效果的 而美国就是一如既往 就是说 We stand with Hong Kong 澳洲Penny Wong Penny Wong 应该是她祖先 家族应该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华裔人士 华裔澳洲人 这个澳洲的外交部长 Penny Wong 就是指责中国是不断蚕食 香港的自由 人权和自治 加拿大呢 就特意提到 加拿大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打的第一场land battle 这个陆地战争 就是在香港打 当年呢 加拿大的志愿军 那些十几二十岁的志愿军 就是来到香港 就是保卫香港 以战的时候 而很多是在香港捐躯的 现在加拿大重提 这个 这个往事 这个World War II的往事呢 那个火药味相当浓厚 大家就回家想想 他们就明白了 那就是说 现在全世界都在备战 全世界都在备战 那就是 刚才说了 如果中国打台湾的话 香港可能会发生 揚州十日加定三途 那你走不走 你想你了 我们就是 可以说的已经说完了 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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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